西甲豪门巴塞隆纳终于已史上第二高创队史记录的一 6亿欧元约新台币57亿赚会费 从英朝红军利物库挖来巴西豪手库提纽 Philip Caltinghu结果刚开完加盟记者会 巴塞就宣布库提纽因大腿受伤得先缺席三周 巴塞因为开季前巴西队长内玛内门被罚甲巴黎胜热曼一二 22亿欧元突袭挖走一直在去密合适人选 库提纽一直是他们所定的人选 但利物库不肯放人 后来先议以500万欧元延揽得贾多特蒙德的法国边峰登贝莱 Alsene Denville 当时登贝莱为了加盟梦寐以求的巴塞 还在多特搞出霸讯风波 结果转会成功不久就传出大腿拉伤的噩耗 迄今尚未复出没想到现在如愿抢到库提纽 首次亮相至少还要先等三周 库提纽至少会缺席三场西架联赛 如果到月底主场对阿拉维斯还无法复出 可能要到下月初巴塞隆纳克场对决西班牙人的加泰隆尼亚德比 才能上演他的巴塞处女秀 在加盟记者会上 库提纽表示会努力达成巴塞对他的期待 也强调自己不是为了来填补同胞内玛的空缺 我和内玛聊过 他恭喜我 还告诉我关于这个城市 对有汉更衣是有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和内玛是不同 类型和特性的球员 我会找到自己在这里的定位 中时电子报